如果不見文具已經是隱閒了 可能會不見書包、水樽、八達通沙 或者整個校外 還有什麼?電話嗎? 有些是一個家不見幾次的 有些是一個星期不見幾次的 有些天天都不見 然後你看到遺失的東西是很重要 另外,他就要組織工作運動出現困難 例如小朋友會告訴媽媽明天老師要穿好衣服 那他就直接說 或者明天要帶給老袋子 那他又不知道 或者他要平時有什麼事情 那個時間觀念、那個組織能力 你覺得很亂 那些書包很亂 你不可以收拾了書包 提著你收拾了 回來的書包都變成流石缸 因為他不會跟回系統這樣做 這些東西是連七八糟 再大一點 你叫他收拾一張書桌 你發覺書桌都是連七八糟 那張床連七八糟 那間房可能連七八糟 那你就沒有教過他 你教過他 但好像咬到他都做不到 那另外呢 你發覺他有很多不小心的地方 例如一份卷 一百分每分 那七十分 那你看看他不見的三十分 是因為他不認識的一定不小心 你發覺原來你問他全部都認識的 只不過是不小心 看錯題目 抄錯答案 對錯位 就是沒有留意別人圈還是剔 如果你發覺三十分不見 都是不小心的 那他真的很不小心 是不是 即是一百分不小心 如果你說有一半是不小心 一半是不小心的 那其實他有五十分不小心 即是如果他要小心一點 給他留85分 如果三十分都是因為不小心 如果他要小心一點 給他留一百分 就會留70分 另外就是你發覺 他很多時候 是不喜歡參與 分開時間專注的工作 這件事就是他們的致命相當問題 即是說那些要用老筋 要用老筋的人 他們不喜歡做 那這些要用老的東西 那譬如呢 譬如呢 譬如你要很有耐性地慢慢砌 這個要用耐性地專存 或者你問他IQ題 那些是想想想 想久一點才叫你不要開顧 或者說媽媽快點說 是甚麼 用手想 下期也可看到他有沒有耐性 是否想看老筋 這些也是一些要用老的動作 譬如有些小朋友 可能覺得算數是特別的 那他又不喜歡做 戀愛的答案 他也會這樣 而這九個都是說 我們經常走在一起 就是不專注的病症 實情如何叫做過度匯藥症呢? 過度匯藥症其實有兩個界定的標準 一個界定的標準是世界衛生組織 一個國際性疾病分類策裡面的過度匯藥症 專注的過度匯藥症在裡面有 而那裡屬於一個精疾病 另外就是美國精神科學會的定義 注疫不足的律令也是一種精神病 而他們怎樣界定呢? 如果我拿一個美國精神科學會的舉例來講 就是他們說那些症狀要持續性在半年或以上 而且那些病症開始前7歲 在兩個或以上環境裡面都同時出現 甚至影響社交學習、工作等等的範疇 而這些病症不是因為其他原因人質 不是因為自肺症、不是因為吃了其他藥 不是因為身體有其他病人質 這幾個界定其實你會看到 因為病症是有其他病症是有其他病症 是有其他病症的、持續的 而且不同環境都要 那為什麼我們說要有兩個症狀環境出現 我們才算計算呢?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可以 為甚麼 為甚麼 譬如她回到學校很乖 很專注 在家裡是不行的 她在想會否認真 不是過度約席 那會否是管教問題 媽媽不聽管教 媽媽叫她做就不做 老師也叫她做 可能是家長管教問題 也可能是環境問題 我們要肯定不是環境人數 在不同環境中 至少兩個以上環境中 我們都看到這些清楚 而且是次數的 為甚麼在七歲之前 因為過度約制是老發展障礙 即是說小朋友的腦子有些問題 而她一直發展前 我們將病症看到 而腦子發展前 屬於病症相度 比較少 我們說是一個老發展性的障礙 而老發展性障礙 由小到大開始 我們就在七歲之前 你七歲之後 小朋友都可以 不理你 不合作 或者不專注 但是那種可能是另外的問題 未必是過度約療症 可能她有些對抗性 和你對抗得很厲害 她狂打威 不做恐怖 做恐怖不專心 走開不理你 上頭在聊天 離開不理會 不理會 那些完全是對抗性 那些可以完全是對抗性 過度約制有多少種呢 第一種就是患兩樣都有 剛才我說的病症 就是過度約 主力不足兩種都有混合型 混合型是最多的 也有些單一過度約型 也有些單一主力不足型 這一個比較少 我們叫做 正是主力不足而已 正是主力不足 正是主力不足也有些特別的 我們做一些調查 一些社區性的統計學 就發覺正是主力不足型 第一就是女生多些 第二很多時候 她們是比較遲 遲才看醫生 很多時候到中學 才看醫生才發癒 那為甚麼呢 為甚麼呢 因為呢 是呀 因為她沒那麼頑皮 不可以說經常犯規 沒那麼激氣 但最困難是怎樣 這種學生 如果她是主力不足型 在學校很多時候 都不會當她肚子 為甚麼呢 這個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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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就打傷人 弄傷人 衝動行為 這個呢 沒有說我會約坐地 不過呢 自己在那邊混油 自己在那邊發派的夢 自己在那邊不專心 是一些東西做得慢一點 投課呢 最做錯的不夠 但沒有甚麼搞交震 那老師會不會投訴呢 乖乖的 或者媽媽幫她撲齊了 放膠式 回來老師會不會投訴 不過媽媽才比較親自 那媽媽才可以 你為甚麼不生產 為甚麼不讀書 不過又不是很想罵她 因為她也很傻 又不是很衝動 又不是很癢 又不是很癢 那這類個案 很多時候就會 可能覺得她比較透明 變了很多時候 也不覺得她很大的問題 影響課室那個管理 所以呢 也少一點跟家祟投訴 家祟也覺得她可能 大過不會好一點 那變了不要理她 很多時候 就看我們也挺大的 那究竟呢 主要不足夠的會有 是否就是病 我講了這麼久 就說是病 那究竟病是甚麼病 那腦有甚麼事呢 這個症狀很有趣 它不同的症狀 我們說腦有問題 但我們呢 不是一些症狀 我們照著腦就看到她的問題 譬如我們去管樓 我們照著一個樓 或者我們說 它有些甚麼蓋化 等等 我們照著就看到 我們照著 其實不是會看到 它有甚麼 我們說是結構性的問題 但是呢 我們發覺那是 腦神經傳遞物質 我們也叫做 neuro receptor的問題 而腦有甚麼神經傳遞物質 在過度會有症的問題呢 就是多巴胺和神上線索 去夾神上線索 這兩個問題也覺得有問題 那腦有很多種傳遞物質 我想有三種大家說過 比較多 多巴胺和 去夾神上線索 即是說 跟神上線索很相近 還有就是血清索 大家也沒有聽過 我們發覺 在過度會有症裡面 這兩種都有問題 我當時一個神經世花 跟另一個神經世花 中間傳遞了訊息的聯繫 就是神經傳遞物質 它傳遞了一些問題 你想想 其實有多細細細的環境 這個成因 我們不敢絕對確定 醫生科學家現在研究 好像砌兵圖 砌兵圖 我們砌了很多塊 但我們砌了整幅圖 還沒看 那多普遍呢 其實很普遍 如果國際的數字 和香港的數字差不多 如果小學生 我們叫做school age 小1至小6 即6至12歲的學生 大概有5至7% 你想想 只有一百個人裏面 可能有六個左右 一百個人就三班 每班三十多人 即是玩每班就兩個 如果每班有兩個的話 老師也挺辛苦 我們計算這個比例 香港應該有四萬左右 但現在醫工那個 我們看 我們不看私家醫生 確診只有七千至八千左右 即是說 可能我們看的 一些嚴重的個案 或者也有很多個案 還沒看醫生 那男女比例 我們說C104 一些神經系統發展障礙 都是男性多些 那男女比例大概4至6比1 如果在診所裏面 男女比例會更加高一些 那到底先天還是後天 我剛才不是說很多先天因素 路有些問題 那先天的比例是多重呢 如果我們真的要刻意區分別 先天因素後天因素 但其實後天因素 都影響那個基因會不會誘發出來 現在我們說很多東西 就是說你先天有這樣的傾向 然後後天有些什麼環境誘發出來等等 而先天因素 我們說是佔70至80% 後天因素包括媽媽帶肚子 出生又沒有什麼 大過的那些環境等等 我們都叫後天因素 而它本身有什麼基因 我們說是先天因素 而那個遺傳因素比較高 即是說如果家人有利 他有機會高一些 但你怎樣遺傳 Exactly怎樣遺傳呢 真真正的遺傳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都看了很多不同的基因 有些基因在外國 這樣的基因 比較多 在亞洲也可能有少許不同 但我們在看很多東西 都是多巴胺 跟多巴胺傳遞物質有關的基因 我們發覺如果爸爸媽媽有 講為全因素 如果你直接真素 你有的機會大約10至35% 如果你有的機會大約10至35% 如果你有的機會大約12% 如果你爸爸媽媽有 你有的機會大約50%多 我們老朋友說有事 但出不了那怎麼辦 我們做一些比較 不同的腦去做一些不同類型的素描 我們做一些不同類型的素描 例如一些PAT scan 就是說你是素描的腦 在它的功能上有什麼不同 不是在結構上有什麼不同 我們發覺腦有幾個位置的影響 最明顯的影響是腦部額頁 腦部額頁就是我們結局 分到這裡 人物如頭最大分別 就是我們這裡比較大一點 就是我們體積這裡比較大一點 你看到一些星星這裡很像 我們在這裡 跟我們一些狀跡 和計劃將為的能力很有關係 我們發覺腦額頁的功能是不同的 如果ADHD那些 你見到那些 他們的活動性是明顯降低的 即他們的腦額頁的功能 要活動的時候 因為不同的顏色代表不同的功能 即是否很active 活動量很高 你會發覺他們的活動量是沒有那麼高的 是明顯降低的 其實怎樣照得出來呢 就是很多時候 如果你的活動量很高 很active的時候 他會用多些瀑布糖 腦部其實就沒有我們很多瀑布糖 有很多瀑布糖 你看到那個方式也不同 這個就沒有很多橙色 白色 紅色 這些是活動性的 不過這個比較多些藍色 那腦部哪個位有問題呢 第一個呢 我們就是他這個前男女的問題 腦的充補一個我們叫做文藏體的問題 還有小腦也有問題 很多時候我們發覺他的瀑布糖 那個深層度最低 還有血流量都是低些的 也都我們發覺 很多時候我們在造型發覺 他的運作模式跟別人都不同 例如小朋友 他做一些心理測試的時候 他用著有過度的症 和沒有過度症 他用著流的部位都是不同的 而我們發覺很多時候 大過了之後 那個過度會有症狀 當時都會變得更好 你看到一些青少年 都會動、跑、跳 很厲害 但是那些不專注 我們現在說的 就影響他們的行政功能 Exact function Exact function 就是我們計劃 組織的能力 而這件事現在很影響 將來還是成功 一定的隨便 我們來講